焦點視頻 翁寶祥法科解碼時間 盈光幕又見到我們的翁寶祥師傅 師傅 今集我們講一個相當有趣的題目 盈光幕都見到 大大隻手掌放在這裡 我們準備一系列地去講一些手上的東西 探討一下 手上是有趣味性的 師傅 手上 我想請教 很多時候我們了解 有些什麼感情線 生命線 因為這些是最好看的東西 善文的東西究竟是怎樣看的呢 我們很明顯放一個榴槤雞酸套 在我掌上 從下面直上去到個土星寺 那裏 盈光幕看到這裡是代表七十歲 因為現在藥物發達了 我們將七十 略為調整一下 即是說 我們將會去到理智線的位置掌中心 改為四十 改為四十 好過 我們也可以說說你三十五歲前 或者四十歲前 四十歲後 這個掌文就給你看 是那條線的 下一幅就 下一幅就 一條線 即是說每一條線的作用 以及要說它的公位 我們要看獎領的公位 所以 因為那些線 都佈在我們的手掌 手掌呢 我們有九個 所謂的聲優 我們要看那些線 在聲優的佈局 佈石怎樣去推出 例如我們現在 你會見到 這裏是否兩條黏住 這裏就代表我們雙重 例如我們雙重 兩條生命線 或者兩條理智線 另外第二個圖 就是說我們 會見到下面 開一個叉上去 有些就由上面 下來 在下面開叉 那麽線的走勢 那麽第三個幅呢 就是說我們線 走到尾的時候 有些無線 向下水 一些線就向上升 嗯 那麽跟四是一樣 只不過四是中斷出的 好了 那麽這裏呢 就是說 一點在條線那裏 那裏 那麽通常這些 會是熱症 或者那些 那麽第六呢 就是說你見到 那些線呢 軟弱無力的 方向曲曲的 接著呢 第七呢 這些就是 鎖鏈紋 第八呢 就是倒紋 那些 你看看這些 這些就是四方塊 是咯 很有趣的 嗯 好的 你是有救 例如 你的生命線斷了 有個四方塊呢 扣著它呢 就是說你可以繼續 但是在生命線那裏 靈靈靈靈靈的四方塊呢 不好的 都是不好的了 哦 要是你坐牢 要是你就被困 在醫院 和醫院坐牢 都分別了 嘩這樣 這樣啊 是 那它呢 也是一樣 嗯 嗯 那 有看過嗎 嗯 然後呢 這裏 這裏 這裏叫 不七線 是 是 好像大爐釘那樣 不七線 走過來 我們只不過就是說 看走勢 是 由左至右 由右至左 由下至上 或者由上至下 嗯 嗯 接著呢 十字文 哎 是 賭文 三國文 井營文 花聲 網營文 嘩 師傅不會這麽奇怪 是吧 不會真的這麽 這麽有趣 我見你由十七到二十二 都是一些很奇怪的文 是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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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就說 這裏就給你看到 上面的鎖鏈文 花聲 十字文 賭文 圓圈 極點 三國 是 開叉 嗯 他說 一條一條給你看 那 線通常只有幾條 是 那 主線呢 就是 三條 主線 是 大致上現在有五條 哦 其他六和七是扣家的 是 那第二 那 說到首相呢 就是有 東方 掌相 和西方掌相 嗯 東方掌相呢 就是 三峰高寵 這個掌裏面 三個波仔 是 三峰高寵 好 如果西洋掌相呢 現在我們學的呢 就是西洋掌相 上次我好人說 我不是送了 我去講義嗎 嗯 這個講義我找到了 是 嘩 好厚啊 是啊 當年 八十年代 我已經教首相面關 嗯 但是現在呢 我沒有教 全部都是我的筆跡來的 全部都是我的字來的 嗯 沒有花的 沒有假的 是 是 我記得我上一堂呢 就說過 送了給兩個 兩個人 嗯 一個是 吳貝夫師傅 是 一個是李循雯 是 我師傅 好了 那又 玄歸正主 你可以看到了 例如這些 這樣 就是雙重生命線 這個就斷了 是 生命線 好了 還有理智線 這條就是理智線 我們為什麼要學西方掌相 為什麼要學西方掌相 原來西方掌相呢 跟東方掌相的分別 就是我們的線 藏有的潛意識 就是千天成 你去跟著這條線 把握機會 嗯 那裏有錢的 你要收拾 嗯 可能會犯法的 是 亦都可能 你擁有了之後 是無風無浪 嗯 例如叫你勤力做事 你去創造事業的 那這條線走勢漂亮的 那你就去吧 是不是 那如果這條線告訴你 那條線通人無阻 那你不去 那就像西方掌相 那中方掌相 喂 我就等到問到 好嗎 好的 好的 好日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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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條線通人無阻 就是手上的符厚 就是手上的符厚 通知你去怎樣 去創造你的人生 嗯 第二條就是理智線 第三條就是感情線 中間這條呢 就叫理智線 嗯 由他掌下面直上去你的宗旨 而這一條叫做太陽線 這一條就是健康線 這一條就是神奇第六感 總共是七條線 想起兩條是額外的 其他就是分佈的額外線 如果在東方長相就有天地人 因為人是隔在哪裏 中間 就是天和地 所以感情線就叫做天文 文 但你記得文字是我們去做醫學用的 我們不是看掌文是看掌事 但是東方長相就叫做文 所以這條感情線就叫做天文 生命線就是我們東方長相的地文 我們人就隔在天和地的中間 就是我們的理智線 中間這條直上的那條就叫做事業線 而事業線在東方長相叫做玉桂文 玉桂文 隔在這條太陽線 太陽線在東方長相叫做二路功名 然後這些就是第六線 這條健康線 這條健康線 這條就是你的神皮地獄 大致上如果線的分佈就是這些 我可以在下一集再請教師傅 因為手上還有其他話題可以說 有很多東西看的 OK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 下一集我們再請教翁寶祥師傅 我們再研究一些線文 好 拜拜 好 拜拜 焦點視頻 翁寶祥發貨解碼的時間 迎光幕後見到我們的翁寶祥師傅 各位網友你們好 師傅 之前我們都在講掌相的事 我們再接著 上一集你純粹只講那條線 究竟是甚麼樣子都已經講了一集 因為線的符號你不懂符號 看不到線 今集我見到很大隻黑色的手掌 如果在嘉東片來說 這隻手掌當然不知去了哪裏 摸了甚麼 偷吃甚麼 但跟你聊天之下 原來這隻手掌已經是40年前 沒錯 這是當年我教學生用的時候的講義 你看看當年看到這些影出來 我們用油膜去印的手掌 用油膜去印的手掌 那跟現在不同 你撞一下手的影印機 然後插掌 那便有一張出來 但我們當時每一位學生都真的用藥墨 即是印的獎 這些已經是80年代 真的80年 今年是2020年 將這裏這麼多位同學加多40年 加多40年 這裏是1948年 加多40年 1948年到現在已經是70多 不止70多 1948年70多 80年代 48年找你三十多歲 3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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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多歲 對 70多歲 是呀 沒錯 這位小姐 瘦姐 有農曆年出生 是 這一個獎 我們看看 上天我們在說的線 我們從這裏說起 是 生命線 看看 這條生命線 由這個 第一火星丘下面 圍繞著整隻雞腿 原來我們這裏 都分開天地人 一個雞腿手指 這裏代表天 這裏代表人 這裏代表地 是 代表天地人 都是參加的 這裏不是這集說的範圍 這條線走出來 是很闊的 離開了這裏 和他這個線很窄 那這些人是怎樣的 整個手掌的比例 是 從這裏下來 在這個位置 那這些人 看起色 是 這一個是近攻位 是 是 還有 如果這個位置 你是窄的 是 代表這個人 寡情薄恨 如果再煉白色的 這個雞腿手指 個個都青白 但是青得來 我們要看看 究竟它是飽滿 還是不飽滿 你看看 我們印下來 飽不飽滿 都飽 你有多深色 有多淺色 哦 哦 那倒是 如果有這樣的比較之下 是甚麼 是嗎 很飽滿 一吸下去 一吸下去 滿了 是嗎 這一個人 是怎樣呢 是野心多 為甚麼 你會見到這些 是叫煩老毛 嗯 這些呢 還有一樣 就是寡情薄恨 因為它都有淺 好了 做事呢 就是主觀強 為甚麼主觀強 我們要結合 然後結合了甚麼呢 結合了 看到上面 它那是宗子 是 宗子是歪的 歪去太陽子那邊 歪去阿波羅子那邊 好 好了 還有它這一個手指 手指弓 上面是尖不甩的 上面代表甚麼 我們這隻手指 上面代表意志 中指代表地志 這個雞腿代表甚麼呢 我們的健康能力 我們的體拍 是 是 看法不好 第二 手指後尖 指尖 第一 武指在那裡 向外有彎人是尖的 即是說 它自己的意志薄弱 理智是握腰的 是 第二次是握腰 上面那隻 食指 食指代表甚麼 權力 是 宗教信仰 看不看 上面又是尖的 你看到 方形 尖形 橢圓的 後面那隻手指是挺好的 尾指是挺好的 尾指 這裏 你記不記得第三節 這個指基 是長的 即是說 它很喜歡 怎樣呢 去支配別人 嗯 好了 你想想 這樣 又窄又薄 又以致莫藥 再去 他看 你看那條感情鞋 感情鞋 斑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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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斑 他說還有這條線 最要命就是這條分離線 這條分離線在水星子下面這個位置 一直向下走下來 即是說他在這個流連 判哪個流連是跟他最好的朋友去分手 如果你穿過去心線 有一樣東西不好 是生離死別 即是說他這一段因緣經過生離死別 我們就看看在這個流連 判出來 即是說我們在中間這個字代表35歲 這個代表70歲 因為他說他在這個條件裏面的流連 在30歲前就是經過生離死別 未必一定是死的 但是呢 或者是受到家人 為什麼呢 感情來的 感情線代表不一定是男女的 兄弟姊妹都是有感情的 朋友之間都有感情的 所以不一定是說只是男女關係 但是呢 他要穿過那條心線 即是穿過那條感情線 而跌下來 代表他會有一段很悲哀的感情線出現 所以在這個獎裏面解釋得很清楚 你看到我們太陽先了 是不是很多條照 在我們感情線那裡上 是 即是換句話說 這位小姐呢 現在是阿婆啦 通年都是魚花刺屋的 是 當年是魚花刺屋的 在1980那時候 那時候她都是魚花刺屋的小姐 好 因為她這麼多的太陽線做事 行業是轉了很多行業的 轉了很多行業 同時呢 每一件事都是不專心的 是 我們會怎樣看她會在哪段時間轉行業 我們看到由她這個萬年上 感情線上 感情線上 感情線上不專心 這些正式是甚麼呢 常常我們說的是甚麼 尖督玻璃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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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不定 是 好了 我們看一條事業線 來到掌中斷的 也就是說她在這段期間是去改變行業 事實上呢 她當年是改變行業的 事實上她當年是改變行業的 事實上她當年是改變行業的 那現在是演證了 原來事業線代表甚麼呢 除了你轉換行業居住的環境 亦都有機會那段期間是結婚的環境 但很可惜的是 這個時間她穿下來是分手的 所以你分手和結婚呢 你就要小心點看 如果她下來的 是碰著感情線的 那就是說 那條線呢 照不算上得漂亮的 那就是說 她這段期間呢 是有一段未好恩怨 但是這位小姐呢 在那段期間 偏偏是相反 有一段不太開心的感情節發生了 OK 這些是認證了是對的 那這位同學呢 是對的 是 我們認證了的 OK 師傅 其實我知道你還有一個案例 但是呢 時間關係呢 下一次我才請教你 好 但我又想了解一下 那如果看掌文 其實都知道她接下來會發生甚麼事 那其實不用八字都可以 是吧 我又是 我又是 回到對上那頭 每一個人的八字 你問得好 我都說了 是 好 在五行裏面 是可以 決定性呢 是挺大的 那我們呢 就以看哪一樣為主 我們當然以八字為主 那手上呢 是一個輔助的 嗯 輔助功能 你的心形線不漂亮 很斑薄 很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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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的 但是你這支線漂亮 代表甚麼 喂 我自己知道我原來我健康不好 我怎樣去保護我自己 嗯 那我會做些甚麼 去彌補回我的健康 都可以補救 對嗎 但是如果你這支線不漂亮 你這支線不漂亮 喂 那你就算 反而你這支線漂亮的 心形線漂亮的 那你便是一隻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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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自己完全發揮不到你自己 是 所以呢 我們的靈魂呢 就是一條理智線那裏 嗯 那我們如果看人八字 喂 你的事業線 你的觀星漂亮的 觀星獨青的 不用問了 那所以我會說 啊 啊 先生 你的線呢 中間那條線呢 很漂亮啊 當然我們看了 他那個榴槤文 喂 你去到哪裏那條線 又路都還在上 或者你去到哪裏 那條線 喂 好像有個叉文 有個賭文 那我們呢 在八字裏面看了 那我告訴各位朋友聽 那條線的走勢 嗯 所以 主都是在八字裏面 是 OK 相當有趣 我覺得師傅 講這一個事例 我已經很想再聽了 但是 時間關係 下一集我們再請教 擁保祥師傅 一些手上的事了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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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